但在这宗新闻上 虽然他终止了交易 大家觉得这件事未完 可能就这个事情 Ellen Musk声称Twitter有一个 比较多数量的虚假账户 可能用这个来做筹码 降低收购价 有分析员说 预计交易仍有六成机会成事 不过私有法的作价会降低 由之前over 50美元 去到42至45美元左右 好了 之前炒过冲警就有收购 然后股价升了上去 之后新闻也很多 持续了时间也不少 所以股价又跌回来了 你觉得去到现水平 又跌到三十多元 投资者又可不可以 衷景两方面 可以达成一个协议? Ellen Musk只是作为一个筹码 去要求减价 未来收购成事 然后又有一个比现在 又反弹了不少的升幅 这些其实是这些短线投机 或者说是靠内幕消息交易 充而去取消购 简单一点说 你看看整个Twister的股价 当时由Ellen Musk宣布 市有反股价升了多久 你只是升了两天的时间 是 然后你又走上去 所以你突然间去到 问可不可以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要想一下 现在的状况就是 Ellen Musk那方面 他就觉得之前提出一个价 接着他就不满意 觉得里面有很多 虚价的币 因为在这个Sector T&T Sector上面 向来如何判断公司的估值 用户人数是很重要的 不只是只看盈利能力等等 所以现在就处于一个变数 有些分析员猜 四十多元 他们猜的 可能那个人最初出来 那些假账会比想象中多 到时候又只剩三十多元 你现在卖完账便没用 甚至说可能那个税价数 比想象中多的情况下 压到股价 可能三十多元都不值 那没有办法 所以当你判断 我们应不应该 冲敬Ellen Musk再提收购 从一个低的卖价去买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就是 究竟Twitter的用户数目 究竟有多少 我们做分析怎么来 就是开公司份业绩 接着看那些营运数据上面 分析不了的 你现在说根本就是判断不了 Twitter究竟有多少 实际的用户数目 这个是要经历一个官司阶段 所以我觉得 从投资角度上 你不会去想这些股份 从投机上面 这么多东西炒 为什么要炒这个呢 纯粹你看到以往是升得多 这个是高风险高回报 你跌到这些水平的时候 是的 你定个指线位没事便可以 但问题是一个消息出到 它被迫来的时候 你面对着不到 如果你看图表上 我会告诉你 基本上已经将整件事 消化出来 当没事发生过 所以我觉得 从投机角度上去看 分分钟会输机会成本 你炒其他东西 可能更加快 当然未来可能有五排床 有机会有个裂口 向上升向下跌的状况 但你不应该去这样炒 我只会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整件事 你作为一个 参与的市场参与者 坐在那儿吃花生 要看的 这麽大单事件上面 究竟谁赢谁输 就像看电视剧一样 你便看看究竟发生了什麽 但在参与其中 第一方面要问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去控制这些状况 如果你之前炒得很得心 第一天出来有消息 第二天第五十天 那些位置吃了糊 那没问题 但不是的 大家就是想想 究竟是否真的应该 在这些价位上抵卖 基本上回答你 没有人知道 Elon Musk这一刻 我不知道他心里面 都知不知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这宗消息你可以留意 但是 你没有理由作为一个参与者 去参与进去 因为在手头上 我觉得这一刻 其实不单止是Twitter 在目前的市况 你买任何股份 都是 就是当你没有太多想法的时候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总股的答案都是 少做少做少做 少做少错 不做你就不错了 嗯 好啊 即是Arnold都说 这些股份 就是避开就会比较明智 任何股份都是的 你全私有化 你只会想 就是说机会性高不高 那特别说 你去到 当你有份很稳定的财务报表 我们都分析到 就是你看财务报表 公司的股值 是不是合理水辟 这个私有化 可能性大不大 但是当去到这些情况下 是很肯定地过得到 你永远都是 你跟私有化最终的价格上面 你不会多过5%左右的Premium 而距离的Premium越来越多 通常就是 城市的机会率越来越低 有些跟私有化最终的价格 譬如现在 之前的Twitter是50多元 你现在欠三成多 就是因为市场已经知道 那三成多是机会不大 所以简单一点 就是说 不会有这么大的价格 所以我觉得暂时 从来我都不会建议 用投机的角度上 博一些私有化的行为 你有私有内幕消息 当然不同 但这件事不合法 所以你看到我做这么多年 都从来不会想到 一些私有化相关的股份 相反的 如果土运地博了 它真的是私有化 或者一直来衝敬私有化的时候 你一定是在低位上收购了 消息出来的时候 反而是想吃糊 所以我觉得通常有私有化消息 出出来的公司 代表着什么 你最好撬文相守 去看看发生什么事 不是从中 在这些股份上挖灯 好 所以我όл 偶尔赛 偶尔赛 更快 是 我好 我好